想法 珍惜好现在的学习机会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乐分记者北京报道 看来现在这些选秀出来的新人 真的都想去充充电啊 去学习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 都要现在去这个学习充电的 对于有些学业已经完成的新人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事业上的打听 去年同时期出道的《超女》中 刘丽阳的发展一直都不是很顺利 当她还在为自己的脚伤治疗的时候 许多人都开始准备发唱片了 如今脚伤痊愈的她 已经恢复了工作 公司对她也是特别照顾 当天录制的歌曲 就是为长城做宣传的主题曲 当刘丽阳努力工作的同时 传出了周比畅等人 要去学习的消息 这对刘丽阳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至少他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 首先周比畅也不是天余公司的 另一方面 其实在这个行业 每个艺人每时每刻都需要学习的 揣摩也好 或者是定期的去参加培训好 都是一种学习 但是作为艺人自己的话 她更多的不会说是打探别人去学习 然后空档去发展自己 这不太可能的 公司也不会有这样的规划 看来每个艺人定期的学习 已经成为了一个规律 只是如今的刘丽阳 还没有到时间 我觉得这个事 就是大家互相被影响 然后也 也 也没有什么可比性 也不存在说 啊 他去学习 我 我来的那个 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 就是 你对我来说 不太成立 踏踏实实做事 乐分记者北京报道